最近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加州人近期考虑过搬离加州 会有这个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高房价高税收 52%的人最近考虑过是否要离开加州 而其中28%的人想过还有他的这个政治环境 如果再加上高油价、山火、停电跟地震等等因素 或许还更严重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政府政策研究所 根据4500多名受访的加州注册选民中 抽样调查显示52%的人最近考虑是否要离开加州 其中28%的人曾经想过24%的人认真决定要搬家了 在这个问题上全加州各个地区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 高房价是受访选民离开加州的主要原因 其次就是高税收 再加上就是加州的政治环境 在回答民调的另一个问题时 50%的加州选民认为加州是最好的居住州之一 其中民主党或者自由派人士是共和党或者保守党的三倍 加州长久以来是民主党的天下 加州参众两院民主党议员长期占据大多数 本届州众议员80名议员中民主党议员达到61人 参议院40名议员中民主党达到29名 长期以来州长也是民主党人士 因此加州长期实施高税收 大政府等民主党理念指导下的政策 持共和党政见和保守理念者对此非常不满 根据加州州务卿办公室今年2月份 关于选民数据的最新报告显示 加州有近2000万注册选民 其中43%注册为民主党 24%注册为共和党 28%注册为无党派 尽管有很多关于加州人外移的议题出现 外国移民到加州定居增加18万人 与前一年持平 相对于从美国其他外州搬到加州 年增长1.6% 在全美排名最后 显示美国人对加州没有太大的兴趣 从纽约 新泽西和加州等高税州 搬到没有所得税的佛罗里达州 内华达州以及德州 是许多人的心愿 但是居民离开高税州 通常要求居民一年内需要住满183天 并且在该州有永久住址 卖掉居住州的房屋是一个信号 意味着您将搬离这个州 否则原来的州政府的税务部门 不会轻易地放过您 中天中望 正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